上次那個雲雷在酒樓被人偷了錢 氣爆爆地下樓,上馬繼續趕路 出到醒,忽然見那個書生騎著一匹白馬在前面走 雲雷的心就想了 先頭我推開那兩個賊人的時候 書生就在我後面,那會不會是書生拿了我的錢錢呢? 想到這樣,雲雷一放馬姜誠,讓馬跑快幾步追上書生 差不多跟他一拍走,雲雷一馬邊發過書生小艷那裡 雲雷這一邊是想試試書生的武功的 他變美發的地方是人的要害越位 如果書生會武功的,就一定會閃開 如果武功高強的,就甚至會出手雙隔 隨著一邊發過去,書生叫了一聲,居然不會避開 被一邊發正小艷,哎呀,好在雲雷收手收得快 不是,不是就撞了大阪 不過就算這樣,也發得書生幾乎落馬 雲雷這樣就不好意思了,哎呀,不小心打傷你 對不起,賢兄 雲雷,雲雷為了出入方便,是女扮男裝 現在他是當成自己是男仔 再說那個書生另一頭,認到雲雷,失失驚地說 吃霸王飯的人又來了,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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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想著我有錢 就整天黏著我,我的錢留回來認識好朋友的 好像你們這樣的人,又吃霸王飯又打人 我不會好過認識了,雲雷又好生氣又好笑,他就說 哼,不懂喝酒就不要讓人喝那麼多,成一醉貓那樣 那個豬生是牛頭不對馬嘴,淫起屍來 臭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情意,明朝山發龍扁酒 哈哈,我不跟你喝,我不跟你喝 雲雷見他好像還沒睡醒,過去就想扶一下他 né,原來吧,誰知道他師生突然雙腳踢他的馬道 嘍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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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好白馬要像一下箭就飆走了 雲雷這馬是金刀寨主專門挑選給他的儂古戰馬,嘩 居然上萬尺膜及沒得追 雲雷的心就在心想,嘩 嘩,他師生不懂武藝,只希望他騎的那隻白馬 確是世間少朋友的晉馬來嘩 雲雷被人偷殺的銀貨, 又被書生傻傻間間吵了兩次, 沒來心機了, 一尾就顧著趕路不看東西 走了半天, 只見夕陽西下吹煙四起, 雲雷這陣子又頭殼尺了, 想說他客店開房, 身上一個仙都沒有, 難道要在野外露宿, 忽然聽見武警的地方有馬叫聲, 他擔高頭四圍望下, 見到前面有一陣樹林, 在樹林裡有一間和尚廟, 見到書生的白馬就在廟門口吃草, 雲雷一見心就想, 原來書生都在和尚廟裡? 是呀, 是呀, 和尚很相異, 我不如入廟住一晚, 好過在外面打露水呀, 想到這事, 雲雷就趕馬跑到寺廟, 拉好馬就推門進去了, 哈, 廟裡空空如也, 書生一個陰謀在榔頭上揮緊番鼠, 他一見雲雷進來就說, 人生無處, 乳不逢君, 哈哈, 又碰到你了, 雲雷就說了, 啊, 你不醉了嗎? 我兒子, 我什麼時候追過呀? 哈哈, 我認出來了, 你就是那個吃霸王飯的人 還好說, 當時你在酒樓上像一隻醉貓一樣, 知不知道有賊人搶你的珠寶? 什麼?有賊人? 嘩, 這裡連和尚都沒有, 賊人來了嚇死我了, 算了算了算了, 我都在其他地方住好了 雲雷見到他這樣, 都不知道好生氣還是好笑, 他就說, 啊, 你去哪裡呀? 你出去遇到賊人的時候, 更加沒有人救你, 這裡有我在這裡, 一百幾十個賊人來都不用怕了 蛤? 書生閉大眼看著雲雷, 忽然間嘻嘻聲笑 你這麼有本事, 師父為什麼在酒樓上還要吃霸王飯? 我吃霸王飯? 我的錢被小偷偷了嘛 什麼?被小偷偷了? 哎呀, 燒到我肚都煉了, 肚都煉了 你先頭說來, 一百幾十個賊人你都可以對付 但是你錢被小偷偷了嗎? 哎呀, 你說謊不夠滾東西吃這麼聰明 雲雷就火滾了, 你… 你不信就霸奏, 不用你信 哎呀, 真是人怕激氣, 牛怕穿備 雲雷好心想幫書生啊, 怎麼知道被人這麼說 生氣上來就走人咯 走了幾步, 書生我們的灰番鼠香噴噴 有得雲雷噴聲吞口水 他騎了半日馬, 肚裡面什麼都被燉上去 餓到肚皮就貼著背脊 如果走出這間廟, 前到村後不到店 身上又沒有錢, 那就更難賺食 沒辦法了, 雲雷唯有死死地氣, 留在廟裡 看看到時能不能拿到食物 那這陣子書生咬了一口灰番鼠 吃到搭搭聲, 搖頭擺腦, 自然自然就說了 黃河可醉, 分酒亦醉 魚肉顧街, 番鼠香脆 啊哈, 好香啊, 好香啊, 好香 喂, 吃八王飯的, 給個烏番鼠你吃又怎麼說 說完, 書生就拋了個番鼠蓋給雲雷 雲雷又不抵他這麼牙拆了, 他就說 我不餓, 哼, 其實雲雷已經餓得馬上吞口水了 不過他是懂得做內功的, 就唯有盆塞坐在地下 眼觀鼻, 鼻觀深, 定定地一直做套納功夫 即是現在很流行叫的氣功 雲雷做了一排功, 那些惡氣就沒有了, 全身舒服了 於是就慢慢睜大眼, 一開眼而已 見到書生打側身份在地下, 腳腳聲就扯鼻寒 看, 有幾個烏番鼠滾到四周圍也是 不見這些烏番鼠就沒事了, 一見到 雲雷又心思思想吃東西了 他又靜靜地伸了一手出去, 想說撿個番鼠來吃 忽然間那個書生, 啊, 啊, 轉了個身 嚇到雲雷縮都縮不出手了 書生轉完身, 又躺軟了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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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荒山古廟, 吃又吃那些兜貓的灰番薯 難道他故意炸帝不懂武藝? 不過看他又不是幾次炸帝的那樣 想想, 雲雷忍不住站起來 靜靜走到書生上, 想找他的身 誰知這陣子書生, 又轉變 雲雷又想, 不行 如果現在搞醒他, 豈不是賴我偷東西? 雲雷想到這樣, 又停下手, 不敢找 他走三步, 走兩步, 走來走去, 都走不去書生上 忽然間這個時候, 廟沒有多遠的地方 有幾聲怪叫 雲雷一聽, 知道有人在做訊號, 可能會是強盜來 對, 這陣子書生還睡到腳的聲, 像是死豬一樣 那樣的訓法被人進來, 劏了他都未知 雲雷又生氣又可憐他 忍不住就細細聲說 哼, 本來不該理你的 不過看你這麼可憐 撞著本姑娘, 算你幸運了 讓我出去看看是誰人 雲雷就靜靜走出廟門口 突然跳上一棵樹, 躲起來了 淡月寒聲之下 見到有兩個蒙面人一路走過來 只聽見其中有個說 喂, 你看那隻白馬 那個臭小子一定在那裡 另一個就回答 哦, 是呀 如果他不聽聽, 不肯跟我們走 好, 那我們怎麼辦 有什麼怎麼辦 刺死就算 不要吧 不…不如打斃就算 雲雷聽見這兩個蒙面人的說話 不由得心頭火起 這些強盜真是細胸甲狼 茂菜還要害命 忽然聽見有個蒙面人就說 樹上高丘人, 叔叔 雲雷手急眼快發了兩門蝴蝶飆下去 那兩個蒙面人伸手矯見之極, 一閃閃開 雲雷得勢不搖人, 想殺他們兩個下馬威 一招彭博九燒就凌空而下, 一劍刺去兩個人 那兩個蒙面人呢 一個是洗鐵拐, 一個是洗雙勾的 只見洗雙勾的強盜左勾向下一沉, 右勾向上一打 哇, 雲雷那把劍差點被他引得掉 那雲雷又想不到對手的武功這麼強 當場就大喊一驚 他就問, 咦? 你這個狗強盜, 是不是譚台滅明的弟子來的? 洗雙勾的一聽就說了 啊, 讓你知道我們的底勢, 那你很快去死了 譚台滅明的徒弟, 這幅沒有起雙勾 招招都是拼命的招數 雲雷打打蝦又說了 大膽胡人, 居然敢偷入邊關 你當我們中國武人嗎? 他把劍指東打西, 指南打北, 一些都不留情 照著都是拿人命的絕招 那論他們兩個人的武藝 雲雷什麼時候都擅長過譚台滅明的徒弟 不過人家還有一個洗鐵拐的同黨來助戰 另外雲雷整晚沒吃到東西, 手腳不太聽洗, 不夠力 打了五六十招, 雲雷整頭大汗 慢慢變成有招架之力, 就沒有還手之功 他被兩個強盜夾在中間, 情況非常危急 這時候那個洗鐵拐的強盜就對同黨說了 喂, 這個臭小子的劍都挺正的 等一下我要把劍了, 洗雙勾的就回答了 好吧, 我什麼時候都不值得想的 不過等真捉到人的時候, 你不要吵了, 聽我的 這兩個強盜一問一答, 簡直當雲雷是死的 雲雷就被擊到頭殼頂飄煙, 出來一招飛卜流傳 兜免隔去洗鐵拐的東西 對方舉高鐵拐想隔, 突然他咬咬一聲, 兩隻手就倒下來 雲雷這一劍出行力, 出聲, 有一劍就刺穿他喉嚨, 當堂玩完了 洗雙勾的一劍就嚇到整個呆了, 雲雷反手一劍咬一聲 只聽見洗雙勾的左手那隻勾已經斷開兩腳了 原來雲雷那把清冥劍是削鐵如泥的 洗雙勾的強盜見到大勢已去, 就急忙轉身逃跑 雲雷一握手, 啾啾啾, 三枚蝴蝶錶就打過去了 看來洗雙勾的強盜也是這樣, 怎知忽然噹噹噹三聲 雲雷三枚蝴蝶錶不知道被什麼打掉了 洗勾的強盜撿回一條命, 眨眼就走到沒有雷弓那麼遠 雲雷這次雖然是打贏了, 但他也贏得一頭霧水 先頭自己的劍是細胸甲狼, 不過洗鐵拐的, 斷古一定會隔開的 隨時在最危急的時候, 對方舉起的鐵拐突然發低 好像鬼屎神差一樣, 喪命在自己利劍之下 雲雷就越想越奇了, 難道這次真是有人暗中幫我? 不過後來自己發的三枚蝴蝶錶, 又被東西打落在地上 難道暗中出手的是高人, 又幫自己, 又幫敵人? 雞正沒那麼幫人發的 雲雷护身就先看死的那強盜是怎樣 他又用劍一撩一撩一撩去蒙面人的布 哦 果然死者是蒙古人 那照計這個強盜就不是一般謀財害命那麼簡單 雲雷守著他的身 除了幾兩碎銀和一包乾糧其他什麼都沒有 雲雷見到就笑笑口說 唉 正好 我都餓到鼓鼓聲了 先吃幾塊乾糧 先把碎銀放進袋裡 打開那包乾糧準備吃 忽然間 怪聲又起 只見沒多久又有兩個蒙面人急急跑過來 他們一見面就叫 喂 大家都是為來兄弟 毒食爛肥 雲雷見到又有兩個蒙面人無緣無故來搞事 他罰也有火了 他就說 是啊 好啊 我看你們還有多少蒙面人來 你們都來吃我本 他本來想說你們都來吃我本姑娘一劍 突然想起自己是女扮男裝 所以說到半吞吞就收口了 那兩個蒙面人不知道炸鎖還是裝瘋 他們說 哈哈 你這樣才是為來兄弟 來來來 快拿出來大家吃 說完他們真的攤大手掌問雲雷拿東西 雲雷都懶得出聲 禮手就一劍 這兩個蒙面人一個洗單刀 一個兇手沒有拿東西的 他們見雲雷一劍吉利 兩個一齊跳開 拿單刀就說 哎呀 你這個人都幾夠泡的 好 有你毒食 你叫什麼哥 大家交個朋友 雲雷就說 你們謀才就算了 還要通番賣國 誰跟你交朋友嗎 話聲未完 一招昏花佛柳 把劍躺兩躺 好像向左又好像向右 一招就分開刺兩個人 那這兩個蒙面人的功夫 和仙頭那兩個就差幾皮波了 雲雷一招 就刺正洗單刀那個人的手 傾框 把刀就掉落地了 空手那個就聰明了 一縮低就避開了 但是雲雷用的是連環招數 刺出一劍之後 跟著就連續上 勢如抽屍就綿綿不斷 事關他以為這兩個人 和仙頭那兩個是同一班 所以就沒得聽 落手絕不留情 只見他出去的這一劍快如閃電 劍尖已經碰到敵人背霉了 忽然間嘶聲 雲雷手腕好像被黃蜂浸了一口 整個手擠著 那兩個蒙面人就乘機 等等逃跑 又那麼快就那麼快 唉 雲雷三番兩次被人家整股 發了大火 他對著夜空大聲叫 出來 轉門用暗算的壞人 滾出來 四圍正英英 連那個人影都沒有 雲雷等了一陣 不見有人出來 順便看看自己的手腕那裡 只見手腕那裡已經拱起一顆 白斗那麼大的腫塊 多數是中了人家極之細微的暗氣 他想找一下地下有沒有跌下的暗氣 找來找去 還是找不到什麼 雲雷這兩張雖然大獲全勝 不過暗中被人整股 心裡總是不睡 沒有精神就走進和尚廟了 進去一看 哎呀那個書生還照樣睡得很軟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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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些避寒聲還好像打雷一樣 雲雷吃又沒得吃 睡又沒得睡 等於整晚幫這條爛睡蟲看野 他越想越不睡 忍不住就大聲說 喂你就開心了 睡成一死豬那樣 那個書生轉那邊 好大聲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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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耳就像發開口夢一樣 哎呀吶到暈淚就甕提甕了 強刀來啦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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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書生趕先懶洋洋踩身 半夜三更, 鬼殺那麼吵 原來又是你這位哥哥 什麼事你經常跟我作對 他一點都不信魂雷 他不止不謝反而責怪人 魂雷就說了整套戲 他就說, 你不信有強盜嗎? 好吧, 你出去看看, 剛離開 既然離開了就沒事了 還吵醒我幹什麼 魂雷氣到什麼 是我殺了強盜 什麼, 真是的 啊, 很極了, 很極了 來, 吃個灰番薯, 算是我慰勞你 我不說你吃包黃飯就行了 他說完順手, 周圍一個灰番薯就拋給魂雷 魂雷整套火焗到爆了 打了整晚就為了你這個灰番薯 然後一爬子把那個番薯放在跑中 一爬子在那裡, 變屎餅的那頭 我這怎麼這麼閒時跟你開玩笑 看來, 像個死蛇爛線般 我問你, 你姓什麼, 明白什麼就在哪一些 書生瞪大眼, 望了魂雷一段時間 然後就學回魂雷的口氣環 喂, 我問你, 你姓甚麼名甚麼住在哪裏? 你…你… 你甚麼? 你審我, 我不能審你嗎? 難道你是判官專門審人嗎? 雲雷本來已經想跟他翻臉了 誰知被書生捉字塞一下就問回頭 當堂就疾著氣, 不能發作 他心想, 唉, 跟文人說話, 真是要鎖鏡就命才行 我的來歷, 怎能告訴你呢? 他看著書生那副烏眉黑碎的樣子 都不知道很生氣還是好笑 突然他又想, 我的來歷不告訴他 那或者他的來歷也不告訴我呢? 正所謂先政紀後政人 自己不說也不要強求別人說 對了, 正說第一對蒙面人是胡人來的 他們萬里追蹤 難道書生又像我爺那樣 是從蒙古那邊逃走回來的? 雲雷這樣一想, 調氣就順了 不知不覺對書生還有些敬意 不過見到他那副懶洋洋 又似笑非笑, 拿眼尾看人的神情 即時又鬼死討厭他 各位, 這個書生究竟是誰來呢? 明天再說了 好看 好看 好看